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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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關於這樣的版權修訂 今天的重點是關乎惡教 二次創作是否創作 以及侵權刑事化 竟然可以越過版權持有的人 去直接進行這個刑事起訴 關於這一點就是 你如何去界定究竟二次創作或惡教 是否對版權持有人構成一個侵害 這個除了持有人之外 你是無法界定的 我這方面都不直接回答你 我用例子回答你 例如一個很著名的惡教的片段 就是亞洲電視的一套劇集 《政務門》裏面有一個場面 就是它說我給你看 笑什麼畜生 你都是中國人 然後不斷被人惡教 就被人惡教成為 笑什麼畜生 你都是林建亂 笑什麼畜生 你都是韓國人 笑什麼畜生 你都是建制派 他經過一萬次惡教之後 亞洲何時試過收視那個動告 他從來未笑一個劇集 這麼講受關注 但中國的惡教 人人都知道這個景點場面 所以其實這個 越過了版權持有人 他將這個侵權刑事化 是絕對不合理的 還有有很多時候 其實剛才也有些加坑說了一些例子 有時候那個惡教 反而會提升了一些人的形象 例如最近很著名的影星 或是他們的歌星 陳偉廷 他是第一個因為一句 以我不知道誰是陳偉廷 而成為第一個因為不知名 而成名的藝人 那你為什麼要鑑定那個 是受侵害 還是受得益呢 其實講到尾 根本這就是一個政治手段 香港很多部門 繼承還署之後 連這個資產權署都成為了政治打手 由頭到尾整件事 就是針對著惡搞而來 為什麼要這麼怕惡搞呢 除了剛才說了那個限制創作自由 剛才說了很多次 二次創作本身就是創作 你說創作侵權根本就多餘 二次創作只有一個原材料在聚取 好了 關於言論自由 政府根本就是害怕 網路上很多惡搞的作品 能夠造成很強大的民間凝聚力 這個惡搞的一些作品 很容易就可以凝聚到民間的注意 例如政改方案這麼複雜的議題 很難令港大的民眾了解 究竟為什麼香港政府 這個政改方案是倒行逆施 但是經過惡搞之後 只要將曾特首和所有管治班子 擺放在家裡 給外部那條插船上面 一起插船起樓 所有人都明白了 因為它有這麼高 這麼強大的民意力量凝聚力 所以政府就是害怕這種凝聚力 凝聚到民間力量 只有最極權的政府 才會害怕民間力量得到凝聚 又例如之前的替補方案 或者逮捕方案 這麼複雜的機制 沒有人讓我明白 一張林瑞涼食屎 你給大家這麼明白 我們需要出來做什麼呢 所以 謝謝 我們必須要求惡搞和政治諷刺 在這個條例裡得到豁別 謝謝